画面中张若勇在新男友的怀抱中一起逛街各路,表人应该正处月月期,非常甜蜜,当天张若勇气人现身,戴着口罩和困境,十分低调,在挑选商品时,张若勇会主动行为男友的意见,男方也是非常认真的帮助张若勇挑选,从这个角度看过去,张若勇的新男友皮肤很淡,身材高大, 看上去很年轻,正式姐弟恋了,个月结束后,短人一起现身停车场,只见张若勇两手空空,当天买的东西都在男友手上,大大小小有有副五个个日带,还真是正果楼楼啊,回到这个视频的主题,测试明清并与绿人妙扔拉机的反应,在张若勇和男友下电梯折进停车场时,就有一名绿人与他们差生而过, 并且扔下了两个垃圾,看张若勇和他男友的表情,都有些不可思议,但是两人并没有做太多停轮,继续朝两人的坐向前去,张若勇的正脸也随之曝光,看着还是小鲜肉一个啊,他和张若勇一样,戴着矿剧,一身黑色新衔装,搭配黑色帮群帽, 非常简约时尚,有网友发现,张若勇的新男友和前夫同科有点形式,都抱着眼镜,眼前也有些像,张若勇的眼光还真是没有变满,感人到自己的车前,张若勇也非常贴心地帮助男友,一起把大包小包放进后背圈,接下去张若勇的指动,让人有些惊讶, 最好贴心地帮后,他返回之前利用着垃圾的地方,发现了把垃圾捡起来,然后再拿到垃圾桶去扔,这时候,张若勇的男友也跟了过来,还就是女朋友去哪,他就到哪,张若勇就小小举动,深圣网友在上,就是人有些事了,张若勇的新男友刚大受气,和仁慈匹贴,希望他能带给张若勇幸福, 不要再受伤了,没想到一个测试节目内外的曝光来将让人的新男友,看老人甜蜜更欲的样子,还真是十分烂呢